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据菲律宾马尼拉标准报 和菲律宾ABSCBN网站8号的报导 菲律宾前总统罗德·李哥·杜特·伊特 7号在达玉市选举委员会 完成了2025年中期选举 达玉市市长一职的竞选登记 这个举动引发外界对其退休两年多后 重返政坛的广泛关注 有菲律宾甚至一度传出 杜特·伊特要竞选参议院的消息 菲律宾将于明年5月迎来新一届的中期选举 参选者需在10月1日至8日提交申请 已经79岁的杜特·伊特 在达玉市提交竞选文件之后 对记者表示 他说我想为你们服务 美联社报道称 在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之前 杜特·伊特曾经在达玉市担任市长20多年 达玉市可谓是杜特·伊特家族的大管营 2016年杜特·伊特当选总统之后 他的女儿沙拉就任达玉市市长 直到2022年他当选副总统 菲律宾马尼拉标准部8号上午 援引菲律宾DZRH电台的消息 由于在参议院选前的民意调查之中 表现不俗 杜特·伊特撤回了自己竞选市长的申请 转而向选举委员会提交 参议院竞选的申请 不过马尼拉标准部随后又说 截至到8号的下午午时 杜特·伊特尚未出现在 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更改申请 他明年仍然将会争夺达玉市市长的职位 实际上 有关杜特·伊特要竞选参议院的消息 不是第一次传出 杜特·伊特近日就跟记者说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无法承受竞选任何国家职务可能面临的挑战 2022年 杜特·伊特的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 他曾经表示自己将会退出政坛 但是随后又多次收回自己的公开声明 杜特·伊特的世子 达玉市现任的市长 塞巴·斯蒂安 将会成为他副市长的竞选搭档 父子梁想让达玉市比昨天更好 在同一日 杜特·伊特的长子 保罗也都已经递交竞选连任 达玉市第一选区众议院的候选人证书 保罗的长子奥马尔将会竞选该市第二选区 国会议员的席位 保罗的次子里哥早在10月2日 就已经完成竞选该市议会席位的竞选登记 杜特·伊特家族全员出击竞选达玉市的民选职位 显示出其牵手达玉市的决心 正在被菲律宾众议院第二部令通緝的前总统发言人 哈里·罗克 他在接受网络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是非常支持杜特·伊特竞选达玉市市长的计划 罗克就表示 小马可斯政府是非常清楚 让杜特·伊特家族变得无足轻重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他们的根据地击败他们 罗克就说 小马可斯政府通过所谓的新菲律宾服务团 就分配大量的资金来讨好达玉市的选民 尽管菲律宾其他地区是需要更加多的援助 罗克就强调 不惜一切代价 去保护自己的领地 是菲律宾政治的基本规则 因此罗克认为 杜特·伊特竞选达玉市市长的决定 是挫败小马可斯政府计划的一种手段 因为他很可能获胜 并保留杜特·伊特家族对达玉市的控制 法新社就说 杜特·伊特的参选决定 被认为是争取外界对其履宜 延任菲律宾副总统 沙拉·杜特·伊特的支持 人们是普遍预计 沙拉将会在2028年竞选菲律宾总统 暴动就说 沙拉于7月是辞去了 小马可斯政府教育部长 和反叛乱机构负责人的职务 这是他和小马可斯联盟 因为关键分歧而陷入困境的最新迹象 这些分歧包括小马可斯政府 依赖美国 丧失菲律宾独立性的外交政策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可斯 和前总统杜特·伊特的盟友关系 一早已经破裂 两大政治家族将在明年举行的中期选举 争夺政治影响力和压倒对方 英国《韦报》报道说 杜特·伊特卸任总统之后 在菲律宾国内仍然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国际组织和政治对手 可能就会大力阻止他重返政坛 杜特·伊特曾经公开斥责小马可斯 是一位软弱的领导人和吸毒者 小马可斯则称杜特·伊特是分泰来的使用者 国际刑事法院正是以可能的反人类罪 就对杜特·伊特进行调查 据相关的报道 在杜特·伊特担任总统期间 菲律宾警方是大规模打击非法毒品 造成6000多人的死亡 就被外界称为反毒的战争 但是人权组织就表示 真实的死亡人数实际上是要高得多 其中应该包括很多上未破获的摩托车枪手杀人案 这些枪手可能就是警方派来的 2019年 杜特·伊特宣布菲律宾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就表示 该法院对杜特·伊特涉嫌的犯罪 仍然是拥有管轄权 此外 菲律宾众议院也正在就反毒战争中的杀陆事件 举行听证会 杜特·伊特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媒体表示 如果他收到众议院的邀请 将出席听证会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